嘿大家好 鳳凰好 嘿大家好 鳳凰好 那這個友人的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說 想看我玩納克羅斯 但我曾經也有在一部影片講過 我玩納克羅斯 是在這個實況圈裡面出了名的肺 在綜藝圈裡面是出了名的肝 在YT界裡面是出了名的心 但大家都知道我一向是一個非常親和 有硬必求的實況主 所以我就覺得觀眾既然誠心誠意的發問 那我也只能夠大發慈悲的來玩一下 那畢竟納克羅斯 是一個上手難度我覺得有點高 容錯率有點低的角色 那我就這樣想 乾脆我們來玩個全坦的Neclosy 這樣就算我發生一些失誤 我也不會馬上被秒掉 那這場前期的確是有點小逆風 那到後面我發現我們這個坦裝 成效就非常非常的不錯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薦 所有跟我一樣手殘的Neclosy 可以試看看這種全坦裝 因為到後期你就變得很像在控場 輸出就交給隊友來處理 那我已經察覺到 上路應該是有人頭可以撿 過來馬上看到一個殘血的卡芬妮 這邊再一個一技能挑飛之後 大招對他狂噴 這時候卡莉在後面補輸出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洛伊 這洛伊應該會進右草 馬上一技能進來挑飛他之後 這洛伊馬上回走 他在這邊放了一個圈圈 我想說他在這裡等他 結果他沒出來 好吧 那我們就淨草直接收掉 如果你發現還沒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的朋友 可以考慮訂閱鈕給他訂一下 希望這部影片也可以爛到 得到300個喜歡 那我底下的IG也記得 給他追蹤追一下 好不好 記得 那如果今天你是抱著一個 你想要來審視我的納克羅斯 並且想要嘴 嘴說哪個幾分幾秒操作 你覺得可以怎麼更改 歡迎底下留言 因為我們是虛心求教 我也希望可以變得更好 所以如果你是納克羅斯之神 請你把這部影片看完 然後在底下你可以告訴觀眾說 幾分幾秒的時候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操作 如果你覺得納克很廢 也請你把這部影片看完 為什麼 因為廢不廢是比較出來的 有比較 有傷害 那你可以留下來看一下 我有沒有比你廢 如果你發現我比你廢 那你就可以高興了 因為就連我比你廢 都可以交到女朋友 還可以養三隻貓 所以你的人生會不會頓時的充滿希望呢 我有時候在留言底下看到一些酸民 就會講說 你這麼爛 這麼廢 講話無聊 無梗 無腦 無性生殖 無三跪 可憐 可憐 道跟講 此時此刻啊 我的心裡是充滿祝福的啊 我覺得啊 我既然爛成這樣 生活還可以過得不錯 那你呢 就一定啊 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 你值得擁有更好的 你的才能啊 不該被埋沒在鍵盤前面 我心裡啊 真的是這麼想的 放屁 我想我恨不得啊 把你從這個螢幕裡面抓出來 看你到底長什麼鬼樣子啊 看看你是不是個高富帥 人生勝利主 年紀比我大就當乾哥 年紀大很多我就認你當乾爹 那其實啊我這一波呢 來抓甲蟲呢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因為我血量其實很低啊 沒看到我一過來 嚇得一個開免疫啊 我已經有點泥菩薩過江 早餐吃很飽你知道嗎 他撞點吃之後呢 居然還被對方蹲倒 直接死去 好啦我來下路這邊 我剛剛已經看到佛洛倫的血量啊 其實不多啊 想說看能不能包夾一下 那沒辦法 人家還是跑很快啊 我們技不如人啊 來看一下喔 對方準備包過來了 我們準備要打下一波會戰 這邊的話我們先躲一下克里希的技能 他已經沒技能了嘛 所以這時候往前 二技能很少 大招直接攪起來 一次可以彈飛到兩三人 這時候技能全部攪光 也沒有全部都還在CD 就先拉掉 剩下的事情交給隊友去處理 但是因為我們隊友第一時間啊 可能我的那個角層啊 比較長啊 所以呢 隊友都沒什麼跟到 只殺了 兩個人還行啊 這一邊還行 殺了兩個 那我一直覺得呢 我們這一場這個卡莉啊 是跟的還不錯 該打的傷害呢 基本上都有打到 好我這邊看到克里希呢 血量有點慘 半血 想說呢 看能不能給他蹲一下 這時候甲蟲呢 在左上方啊 看他那個位置 應該是在吃靈鳥 然後之後去吃兵線嘛 對不對 那我這邊呢 覺得應該可以來蹲一下甲蟲 所以我就扣一個集合 人類啊最怕的就是小強突然聚集 傳說最怕的就是甲蟲突然飛行 不過呢 我們身邊是有隊友的啊 應該這個甲蟲是可以死啊 他已經啊 落地了 那就表示說呢走不掉 太棒 我們這還拿到甲蟲的人頭 你們一定會想說 欸奇怪 不是說什麼前面逆風嗎 怎麼好像也還好 前面其實是還好的 但是中間的不知道為什麼 對方甲蟲突然變爆發戶啊 我不知道他去哪裡洗錢啊 那經濟超高啊 完全打不動 我即便啊全身頂口口 像駝鳥蛋耶 跟那個甲蟲護A啊 居然還A輸啊 其實啊我真的很怕那種會玩的甲蟲 因為我覺得那傷害之高啊 那個 可以很準確的把傷害都灌在你身上 真的是很嚇人啊 人家說啊爆炸就是異數啊 蟲蟲好恐怖啊 好來看一下這邊 我看佛羅倫馬上先往後拉 那這時候大招攪了起來 那對方的若伊丟了一個圈圈 我知道他們一定會進去 而且會等圈圈快結束的時候 這邊一個二劍過來很少 直接掃掉佛羅倫 然後再P掉旁邊的若伊 這時候卡芬妮過來 我進草找掩護 然後近距離的想說呢 普攻一下 因為我身上沒什麼技能 我這個往後撤我就錯了 我應該直接過牆才對 我不應該這樣往後撤 不然想說要去草叢裡找掩護 但沒辦法 那血量太低 而且沒有其他技能 這個我覺得也算是一個蠻大的失誤 我覺得我應該是不會死的 我這邊快速的分析一下戰局 若伊在上對方兩個死掉 下路應該是一個3打2 所以若伊不在那邊的話 隊友應該是很好打 本來想說3打2發大財 結果對方甲蟲啞起來 我想說 過來撿這顆甲蟲的人頭 shut down 冒死啊 直接變成郭台銘的員工啊 那這邊好死不死 好像要被佛羅倫劃起來 我趕快用二技能先拉掉 這邊有沒有一個閃電走位 過強過強再過強啊 然後趕快到下路這裡吃一點兵線 回一點點血量 我這套裝備大家可以看到 我其實只帶了一件沙彈之風 為了就是可以讓我在吃野怪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續航力在的 沒有帶其他的攻擊裝 不知道專精納克的玩家 看到這套裝備是會想學還是吐血 那我看到甲蟲在上路出現 我很怕我的藍buff會出事啊 我想說趕快過來先偷吃一下 結果看到一個圈圈 我想說完蛋了 好可怕 那看到洛玉經過 欸沒進去 結果甲蟲過來完了 我跟你講這邊還好啊 我出一個全坦裝 不然的話 我這邊絕對會被打死啊 有沒有看到剛才有一個神之卡牆 太殘忍了 以後不要再叫我玩納克羅斯了 這個下場啊 真的好慘啊 我還在想能不能回去幫忙收這個射手 不過還好隊友是收掉 我就先回家補血就好 到這裡受到驚嚇 看到佛紋戳到塔下 心裡有點害怕 但不想被罵 還是硬著頭皮砍了三下 那現在對方還差一隻啊 我想說要鼓起勇氣啊 去找甲蟲做一個單挑 看能不能打一波ACE 那我本身出個全坦裝啊 所以這個凱撒 我沒辦法一個人吃啊 有點可惜啊 感到有點傷心難過 那寂靜也還沒滿裝啊 還差一件裝啊 這邊出了這個狂暴之手 經濟還是要吃 不過這時候 不知道甲蟲在哪裡啊 感覺很可怕 我覺得就算我們兩隻待在這邊啊 還是有可能被他殺掉 叔呢想要吃凱撒 但我心裡呢 並不是這樣想 那對方都復活啊 這時候甲蟲在上路喔 我想說欸 這個旁邊有個卡莉 看能不能一起來蹲甲蟲 發現這紅BUFF剛出生 水啦 結果卡莉離我遠去 甲蟲這裡跳了下來 我想說來一個硬和對決啊 硬啊 結果他死掉了 傻眼 我這麼硬欸 我還審視了一下自己的裝備 想說殺小怎麼會這樣 然後對方的卡芬妮呢 這個位置站在這邊 我二技能過去了 貼上去了很少 來大家看一下 這個輸出還是有的啊 大招打起來有沒有看到 我直接死掉掉 算是被卡莉刷到人頭啦 好甲蟲要過來 我現在沒技能啊 所以要等CD 先稍微等待一下 這時候甲蟲想走 我一個很少 再加上一個一技能挑飛 那甲蟲是有復活戰甲的 我在這裡等他 來啊來啊來 揍我啊揍我啊 笨蛋了 結果他真的把我打死 傻眼 傻眼啊 我的媽啊 當下我想說 我這麼硬的裝備 居然會這樣 太神奇了 現在對方一窩窩的衝了過來 我突然覺得 我這個納克玩的真的很不稱職 我看到對方的洛蟲已經丟完全圈了 感覺好像有機可撐 因為對方甲蟲血量很少 可是我發現 我好像沒有那個技巧 可以抓掉洛蟲 想說算了 這時候我看到卡芬妮在左上方 有沒有看到 我們過來攔截他 那這時候卡莉也跟上 我先在這裡等你之後 過來一技能挑飛大招 我有沒有看到跟上 我二技能往前滑 我還有冰袍 打不死就打不死 骷髏再白起來再骷髏 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 那我們這邊其實有一點反攻的號角 現在收掉他們主要輸出位一個射手 那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蝴蝶進在草叢裡 我想說二技能進得去 結果沒進去 其實這蝴蝶可以二技能一技能挑飛大招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沒這樣做 那若鷹在旁邊丟個圈圈 我在等他們 看來誰敢過來 誰來積查 我積查誰要進圈圈 哇這克里奇直接死去 沒問題啊 這邊瞬間收掉了三隻 這時候佛龍過來 我先讓隊友去扛點傷害 那這邊再過來挑飛 搭配我跟蘇 應該是沒問題 然後我媽爾在旁邊扛艙 太漂亮了 nice 這一波會戰 直接讓他們知道 我的納克 除了是裝置藝術以外 還是個花瓶啊 那今天這部影片到此結束了 反正大概在近一年內 我不會再拍納克羅斯 所以看到了 好好的享受一下 有什麼建議在底下留言 如果有增長的空間 我們當然很願意學習 所以高手們 如果你看到這邊 我只能說你居然還看得下去 厲害厲害 那麼下部影片見 掰掰